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讲个故事 佛陀他的弟弟 他有个弟弟叫南陀 南陀是释迦牟尼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全称叫孙陀罗南陀 大家就称他南陀 他的弟弟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夫妻非常地恩爱 但是这个弟弟非常羡慕佛陀智慧和修行 佛陀的智慧和修行他非常羡慕 他也想跟着佛陀去出家 因为娇妻在家里难舍难分 他心里非常地矛盾 有一天佛陀托伯到南陀的门前 正好到他家的门前 他问南陀你在忙些什么 佛陀的弟弟南陀就说了 我和孙陀利基结婚不久 他是我们加皮罗魏国十六个城中最漂亮的美人 我每天要忙着为他做很多事情 包括还帮着他打扮 至时无暇前去探望佛陀 自己太忙了 整天为自己的老婆忙 没有办法去看佛陀 他接着说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现在已经获得了 所以别的事情已经再也不能引起我的关心了 这个孙陀利基 他除了要我终日陪伴着他 也不准我关心别人的事情 他的老婆了 我不能不听他的话 因为他实在是我的心肝 佛陀 你今天大慈大悲 前来寒舍 不知要接受我什么样的供养 请快些吧 恐怕 孙陀利基 要等我等得着急了 你看他跟佛陀这么讲 听了这些 佛陀知道 怎么样再多的道理 你也感动不了他的 他的弟弟 唯有用事实 才能使他觉悟回头 因为佛陀他有佛的大神通 他就用神变 把他的弟弟突然之间带到了郊外 带到郊外 他指着一只非常肮脏丑陋的母猴 他就问他的弟弟说 南陀 你的妻子 孙陀利基 和这一只母猴相比 怎么样啊 佛陀 佛陀 请你不要开我玩笑 好吧 南陀 不高兴 我的妻子 有清国清城的美貌 她有着无双的交融 她对我的恩爱 难分难舍 她好似天上的仙子 我怎么能和这只母猴相比呢 佛陀又慈善地说 南陀 你的妻子 真是美如天上的仙女吗 难怪你听到我的话气愤不平 不过天上的仙女 你没有见过 这是不可和人间的女人所相比的 倘若你喜欢要一见天上的仙女 我可以满足你的希求 可以把你瞬间带到天上去看看 随机佛陀运用威德神力 一下子 就把她弟弟带到了天上 南陀见到了天上皇宫的 富丽堂皇的穷楼玉宫 哇 这么漂亮啊 听到悠扬悦耳的音乐 鼻子闻到的是 富玉丰香的花香 南陀的神魂飘荡起来 漫步在幽香扑鼻 眼花缭乱的花海之中 南陀看见了几位美妙绝人的少女 在那里游戏 被她们的美貌惊呆了 那是天上的仙女啊 他们见了佛陀都前来坐立 鞠躬问候 佛陀好 佛陀问其中一位天女说 这位天女 你已经婚配了没有 天女含羞地回答说 还没有脸 佛陀又问 你为什么还不婚配呢 天女说 啊 我的婚缘还没有成熟 我未来的丈夫 现在还在娑婆世界的人间 她的名字叫南陀 要等她的人间报警 升到天上来的时候 我就要和她婚配 我现在还等着呢 佛陀听了点点头 但南陀在旁边听了忍不住了 哦 师尊 这位天女既然与我这么有缘 我倒不想回到人间去的 我人间的妻子 哪比得上天女的美丽的百千万分之一啊 佛陀一手示意 要天女们人就去玩 你们去吧 一面走着 一面被南陀说 你不是听到天女说过 你们的姻缘还没有成熟吗 不必着急 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 说着 一阵风一样 佛陀把他的弟弟南陀带到了明明幽暗的地狱 南陀不仅毛骨悚然害怕起来 他小心翼翼的跟随着佛陀走着 一路上他觉得地板坎坷不平 似乎听到远远近近的都是神嚎鬼哭 惨叫之声啊 不忍耳闻目睹 突然到了一处 好像一片宽广的山岩石洞前 阴气生生 一处处炉火通红 炉灶上的油锅热气腾腾 热油滚肺 所有的鬼差面目难看 轻面獠牙凶恶恐怖 他们拿着大铁叉 叉的一个犯人往油锅里送 声声惨叫 皮肉绽开 面目全悲 但是他又不把半人致死 等到他痛苦万分的时候 又把他提了上来 然后再插下去 产受苦毒啊 产受苦毒 南陀一一看在眼里 惊骇万壮 此刻他已经走不动了 两腿发软 见伯陀指着眼前一个坐在 一个空炉灶旁的老鬼就问道 鬼差你为何在此啊 老鬼回答 阎罗王派遣我来此等候 有一位素氏承造恶业的叫南陀 等他在人间和天上的厌不响尽的时候 他会从天上坠落下地狱 我就要忙着生火烧油准备炸它了 南陀一听吓得魂不附体 他明白了 不了托生死纵然 升到天上 那还是在三界之中啊 跳不出五行之外啊 还要受六道轮回的苦难 所以出离穴道可不容缓 于是他毅然的跟着伯陀出家 安心去修行 也正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地狱的惨状 所以在日后的修行当中 南陀清规戒律 一成不染细微的学处 从没有违反过戒律戒条 四尊称他为十界第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学博的人不要贪着 我们只要在学博 就应该知道 世事无常的真理 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人间的贪爱 去做颠倒愚痴的 反扑的本性的事情 我们应该悲悯他们 射受那些苦难的众生 我们要管好自己 还要通过各种善巧方便 去救度众生 就像很多的佛像 为什么有的佛像是愤怒的脸 而有的是寂静的脸 有的是善巧方便的菩萨 慈悲的形象来救度众生 金刚菩萨的强硬 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的 善巧方便 好 今天呢 师父就跟大家开始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因为使有佛能够引导我们正信正念 走出人生的低谷去攀登那 我们伟大的智慧的圆满的般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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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